就是有关1到12月的清单怎么产生的 那其实你说要把1到12月份的单字全部背下也不容易 其实你可以利用Excel代表 当然你至少要背第一个单 Generally 然后你把它往下填满 1到12月有了 你可以把它Ctrl-C Ctrl-V 然后自动前后加双一号 就可以放到Python里面 实际上Python里面所做的串列 基本概念有点像这样 这个就一个例子了 因为Python里面没有Excel 所以它就变成说 要必须藉由串列才能够储存这些资料 如果你用VBA写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资料放在这边 就直接不用串列 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看能不能把Python的版本 改成VBA版本 但是那个版本 可能串列的部分 你可以用储存格的概念 用Sales来取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我那个版本我还没写 OK 因为不可能每个都我写 最忙的就是我 每次我讲完之后 我请大家回去做 最后当然我还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答案 因为我每个都要写 然后再回去每个真的我会尽量想到我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有些东西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请各位回去想想看 OK 把这个部分改写一下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呢 这个地方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话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 把话要改成什么 改成for i in range 那if 多一个这个 跟刚刚基本一模一样 所以 其实拿这个复制贴过来 改一下 应该也OK 所以 其实你会反而有些东西 改来改去好像规则一样 所以 如果规则一样 干脆把它整理成笔记好了 以后照着做就好了 不然这话说真的 你要重新想一个规则 想一个 层次其实算还蛮难的 所以 如果你不需要动太多脑力 有时候再参考范本 把它改有时候比较快 OK 再来的话 这个改完 这应该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执行一下 这是几月 假如我随便猜 二 三 最后那个月份假如猜对 那答案正确 如果还是猜不对 那什么 最多只能猜三次 答案为十 OK 那应该没问题 刚刚差不多一样 那只是说呢 请各位回去再想想看另外一个变化 如果我今天想什么 问题为 比如说这个就不要出 就是出现什么 十月 然后后面写说 什么 单字为 后面冒号 就是要打单字 有没有 这也是 顺便考你自己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改成另外一个版本 改成什么 像全民音简的版本 有没有 或者是说什么音简 或者是 其他相关的东西 把它揉进来 那问题可能还会衍生出其他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 如果那些全民音简 一千个单字 那问题一千个单字 全部放这里的话 哇 那上面的一堆 所以理论上 假如说是小量资料 还可以预先载入 但是如果大量资料的话 那通常我们可能会放在档案 或者放资料库 那我们如果说当成是实行的时候 再去把外户档案的资料 揉进来 放在串列里面 或者是外户的资料库 揉进来 放在变数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又学的 如何把外户的档案读进来 放到变数里面 做后续动作 OK 对这个可能后面 我们会再做说明 那这个我想后面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猜 刚才猜数字猜拳 这个当然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写一个剪刀石头部的程式 但是剪刀石头部很麻烦 要写那个剪刀石头部 这个要自己打 很麻烦 所以我干脆后面就用数字来代替 如果一就是剪刀 二石头三是不 四的话就结束 如果输入五的话 那程式会bug 所以我这边有防呆 输入错误 也就是说一二三四以外的都不对 这叫防呆 OK 怎么防呆 我带回家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什么 一 那怎么判断输赢 特别是哦 这边的话呢 然后就是 几种状况 第一个 平手 如果他也出剪刀 第二种状况是 他如果出石头 那我输 如果他出布 那我就赢 OK 所以其实也是三种逻辑 好 那Enter 那他出布 那我赢了 是不是巧合呢 我再出个二 出个石头 他出剪刀 我又赢了 哎 你这么好 OK 那出 他是故意放水嘛 是不是出山 我出布好了 他该不会又出石头给我吗 没有 他出布了 这是我平手的 这不是做假的 这是真的 OK 那当然最好是什么呢 里面这个螺子 这个是可以把书跟引 最后给你 是另一个规则 我们玩十次 看最后书还是引 你要统计嘛 OK 不过这个统计我没写 你也可以自己加上去 那怎么写 首先呢 等一下你可以想想看 我只是分享我的程式 给各位知道一下 至于怎么写 回去可以讲 一一样是 那个什么 那个London 然后呢 因为剪刀石头布 我用刚刚类似的方法 所以我用个清单 那为了要避开第一个零 所以我这边空下来 也就Belix 中瓜胡一就是剪刀 二就是石头 三就是布 然后做什么呢 画一吗 有没有 刚刚一样嘛 画一吗 你去猜吧 所以呢 就让他去猜 请输入什么了 London London这个词 乱数抓一个 抓了之后呢 一二三 帮我放S 这个就电脑出的题 也就第一次有没有 他出布 London 意思是他Rondon 三 那我出一 所以我出一 那我怎么知道我赢呢 if 如果呢 M 假设他输入的词 小于一 或者是 大于四 那就是表示不在一二三四的范围之内 那会跟他讲说 你输入错误了 你怎么输入五呢 对哦 错误哦 那L if 如果等于四的话 那就表示离开 离开的话就break 有没有 OK 就是我最后输入四 假设我输入四 那就离开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底下就判断 如果什么状况是我赢 哎 我跟着一下 什么状况是平手 两个相等 那相等的话呢 就平手 很简单嘛 如果我出剪刀 他也出剪刀 以此类吹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什么情况是我会 我会输 应该是什么 电脑 就是我会赢的 那我赢的状况 其实只会有三种 一种是什么 我出了剪刀 他出布嘛 那我出石头 他出剪刀 对哦 我出 我赢嘛 我出石头 他出剪刀 是我赢嘛 对哦 对 那我出布的话呢 那他出石头嘛 那你就把这个叙述写出来 有没有 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 那中间叫偶 破 有没有 那就是我赢了 那反之剩下来的 那就是什么 我出什么 我如果我出石头 对哦 那我怎么会输 他出布嘛 所以他等于三 有没有 OK 然后我如果出一 一的话是剪刀 那我怎么 他出什么 他出石头 对 S等于二嘛 以此类推 所以总共有三种 把这三种都列出来 那就我输嘛 OK 这样的话程式就完成了 没了 就这样而已 OK 这一个剪刀石头路的游戏 应该没有很复杂吧 OK 这个也是我想出来的 其实我这是已经很多版本 后面不断更新 最后的得到结果 因为最早这个版本是Java出来的 我一直参考有一本叫日本人写的 明解Java 然后他以前的 他不是剪刀石头 我们没习惯剪刀石头布嘛 他是日本人习惯是什么 石头剪刀 他应该是石头剪刀布 就把顺序调一下 然后他那个城市写的逻辑 哇好复杂哦 城市好满满的一大堆城市 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可是我光看那个城市的逻辑 我现在就觉得 日本人真的很爱抓那条件 明明没有那么复杂 你干嘛把城市逻辑写得那么复杂 后来我发现 我就用这种简单逻辑 每个人都看得懂 就把城市写出来 好像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应该都看得懂吧 所以我的城市追求了两个要点 第一个城市越短越好 第二个城市逻辑越简单越好 OK 以后如果你们 当然也可以遵循类似的方法 可以再改简单一点 如果你还可以把它改得更简单一点 欢迎你再提供给我分享 OK 试一下 这个城市嘛 云端上也有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剪刀石头库 这猜拳小游戏 其他还可以写什么呢 身边还蛮多赌博相关的 像什么 只骰子 1到6 如果只骰子 4颗骰子 直下去 你一个random random的话 变成说 你会采用random range 有4个数字 你在做什么 在把 总total它的规则 把它做出来 那就 这个你在跟电脑比比看 看谁输谁赢 这不就等于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吗 类似这种 OK 试试看 好 好 好